我们今天来画一个糖醋排骨 首先我们先把糖醋排骨的小骨头上下看成两个短短的长方形 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长方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样的构图思路 先把整体的大概形状起出来 可以用直尺画出来夹着排骨的筷子 用一个偏粉肉色的颜色 把两边露出来的骨头全部都涂满 中间用一个土黄色 也是要一个偏浅偏肉的颜色 把排骨的筋膜画出来 两边也是用同样的颜色把底色先铺满 这一步我们就是要找出排骨的固有色 把所有的固有色铺满以后再去找细节 底色画好以后 我们可以用深一个色号的红棕色 在边缘画出来糖醋排骨的焦和感 画的时候可以画的不规则 一定不要画的很齐 随着我们画的厚度和边缘形状 用点画法来回的去搓去点 画的不规则就可以 最后我们可以再拿一个浅肉色 把底色的肉黄色和深的焦和感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马克笔要想过度的自然 我们就先画浅色再画深色 然后再用浅的颜色去过度 整体的画面就会融合到一起 我们最后再拿一个黄色 把所有的画面全部都涂满 继续用深棕色来画出来 小骨头两边的立体关系 筷子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红棕色或者棕色 把整体的颜色铺满 边缘可以用尺子去画 最后我们再用彩纤去 画一些细节 把排骨的渐变感和 起伏的感觉画得更加细腻一些 要注意看老师的用笔 这个时候可以完全和老师的节奏是一样的 排骨的颜色不难 如果我们用马克笔帮底色铺平 其实彩纤只是 挤上天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筷子我们也可以用黑色的勾线笔画上花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我们用高光笔给我们的筷子和排骨 点出来高光就会变得更真实一些啦 但是一定要注意高光是有形状的 不管是排骨还是筷子 我们都要把高光的形状画的不规则一些 随着我们绘画的走向来去区别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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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